放暑假了 平诺县海青青红柜再度开办暑期工艺客服班 在实业室活动上 邀请赞助活动的善心人士与志工们跟小朋友互动 赠送孩子们小礼物 祝福孩子们度过充实又快乐的暑假 虽然是一个小小的金额 可是可以奉献在海青这一块 也可以给他们一个小小的帮助 助人为快乐之本 因为现在的时代是 我记得一句话很重要 莫忘世上苦人多 所以说我现在能够做这个 我能够出钱就出钱 出力可能就有困难 那可是我可以找我的亲朋好友 大家来共同参与 我在这边可以学到很多知识 我在这里可以教到很多朋友 也可以做学到很多 学多不同的课 小朋友对暑期客服班充满期待 而为了炒热气氛 客服老师先进行团康活动 在传递橡皮筋的游戏中 小朋友玩得既开心又紧张 接着海青希望孩子能有感恩的心 不要把别人的帮忙当成理所当然 特别教小朋友们一起唱感谢歌 希望孩子们将来有能力时 也能帮助别人 这些孩子我们有一个术语叫做 家庭功能不健全 那他们都来自不同的家庭 来这边是免费的 我们从早上那个八点半 一直到晚上的六点才下课 那这个整天就是由我们这边的 志工还有老师陪伴着他们 那我们这边暑假也有很多的一个 算是暑假的大专院校的志工 他们也来这边来带领这些孩子 这些志工里面以前也是有 我们海青带出来的小孩 他们长大的 算是来回馈社会 海青青红会办理暑期工艺客服班 已迈入第十个年头 今年的学员共有十五位 主要来自单亲 隔代教养 外配及清寒家庭的国小学童 协会规划多元的美术 魔术及才艺课程 还免费工艺午餐 要让若是儿童暑假有午餐可吃 度过多采多姿的暑期生活 记者张如云 刘建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订阅 转发 打赏订阅换阅